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来了150多个区部主席 开了一整天到刚才没有发布任何消息 然后晚上因为沙比里没有来 他们去沙比里家开会 结果是什么 现在众说纷纭 我刚才查了一下手机 也有一些人发给我 我的看法是什么 但是这些我等一下都会分享 但是在那之前 我先把我之前说要给大家看的截图 发出来 之前那个阿兹敏的内幕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8月16号 你看是有一位独有 我很多这种这样子的内幕 有位独有突然发来给我说 宏大你去打听一下 瓦里山有关 AA过党的消息 不懂做么AA又改变主意了 又要stay在Bersatu了 然后我就回答 瓦里山不收啊 他讲他被拒绝了吗 难怪他来拉我的人 因为June说公开不收 所以这个就是我那天 我要发给大家看的内幕 已经差不多一个礼拜了 本来上一次直播讲 要发给大家看 可是我忘了贴上来 我忘了剪辑好 然后把它upload上来 所以没有给大家看到 所以有独有就质疑我 红律师又是自吹 我告诉你 我每一次说 是有独有跟我讲的 有铁粉跟我讲的 是内幕也好 是插评也好 像我刚才说 有人投诉 一些关于东亚月饼的问题 我也反映给Uni知道 全部都是实实在在的 有人讲辣木好 按摩以舒服 吃黑枣精华 他的孩子鼻子不流血了 这些全部都是有根有据的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有18说18 所以我讲的每一个内幕 都是有评有据的 当然我相不相信 我认为是不是 我自己会分析 因为毕竟是hearsay 我是通过别人来跟我讲 有些给我料的人 他们也有自己的目的 希望我去帮他们 把这个料放出去 即便是谣言 他们希望我放出去 因为我放出去之后 多人知道 媒体也会关注我的直播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时我直播讲的东西 媒体会爆的 所以他们也会想通过 我来放料 这就是为什么 我有这么多内幕消息的关系 所以也打脸的那些 说恒律师乱讲的 乱吹的 什么阿芝敏要去瓦里山 然后又讲阿芝敏不要去 全部都是你讲罢了 打脸的这些人 然后有人 我也看到有 有黑特也好 不是黑特也好 是独有也好 他们有讲 王洪峻讲的话 阿芝敏哪里可能会听到 而且王洪峻没有权利决定 我告诉你 你认为王洪峻 接受媒体采访 问中国报 问他阿芝敏 姚川阿芝敏 正在寻求加入瓦里山 你们的立场是什么 王洪峻讲绝对不收 你认为阿芝敏会没有 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告诉你 我没有想要攻击你 我没有指名是谁 你保持这样子看法的人 认为阿芝敏是马来人 就不懂华文媒体的报道 不懂华人政治人物讲的东西 你真的对政治的了解 跟幼儿园一样的程度 知道吗 我告诉你这些政治人物 我接触过的 我也接触过马来人的政治人物 我接触过马来人政治人物的秘书 他们的PA 他们身边的新闻秘书 华人的当然不用讲了 我告诉你 他们都会有人 是专门去看各个语文的报章 留意各个语文的媒体 你可以讲他是网军 讲他是枪手 他们都有这样子的人 然后把关于他的报道 来告诉他 有时是去收封 其实这些就是收封 有一些则是 像我昨天有去出席一个活动 去看一下今天的报道怎样 我昨天讲的话 看今天他们报道到怎样 我昨天办了一个很盛大的活动 去看一下报道怎样 他们都有一team人是这样子做的 所以如果你认为 王红俊跟中国报讲的话 阿芝敏会不知道 你对政治的认识真的是太肤浅了 不要那么肤浅 不要那么肤浅 所以 王红俊讲的这么斩钉截铁 我之前讲过嘛 我认为是不对的 而且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问他 我没有问他 我知道他很忙 虽然我们是朋友 喝过几次酒 但也很久没有联络了 我知道他很忙 而且我也不是明星党的什么人 我也没有入党 刚才文明 很多人都问我 像面群 12月的时候 我们在新生活报见面 他问我第一个问题 韦翔你偷偷告诉我啦 你下一届打什么选区 我讲我都没有党打什么选区 他讲你没有进党吗 我讲我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我入党 我一定跟大家讲 而且我真的没有想要入党的议员 到现在都没有 我会帮 比如瓦里山 我会帮他站台 比如某些火箭的议员 我会帮他站台 但是公正党绝对不会的 以前其实我是 80% 90% 帮公正党站台的 不会 然后有些政党GPS 我可能也会帮他们站台 但是GPS应该不需要我站台的 老实讲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加入政党 我真的不想 我觉得不适合 我在里面会不开心 然后会死得很难看 又不开心 又会死的事情 为什么要去做 为什么要去找死 所以并没有 真的没有 了解我的独有都知道了 所以先把阿兹敏的内幕发出来 然后第二个我要分享的 就是其实今天 今天当消息一传出来 巫统招全国的区步过来开会之后 我谣言就已经满天飞了 然后开会的时间大概是两点 所以倒凉给孙川大哥 孙川大哥不懂有在吗 孙川大哥就有发给我 我看一下 我在这里被挡住了 他发给我 他讲 你看 孙川大哥也是一个给我内幕消息的人 孙川大哥有在吗 孙川大哥 我们经常有谈政治的 然后孙川大哥是槟城的文人 他有很多社团 很多NGO 所以他也有很多消息 他把这个消息发给我的时候 我就回他 沙比利不妥协其实是很蠢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我讲过很多次了 然后接下来的是 我不认为他们会做出 Direct Palette所公安的问题的动作 巫统不敢 像之前有人一直问我 洪律师 Zahid会不会开除沙比利 我跟你说 巫统不敢 现阶段不敢 现阶段也没有必要到那个地步 所以 这个是我的看法 直接回答大家心里的疑问 就是巫统召集之后 会不会直接胁迫沙比利举行大选 你不大选我们就开除你 不然我们就 Direct所公安像推倒慕尤丁一样 不会 因为沙比利还是你的首相 你要知道基层也会有不满的 沙比利现在一直在为自己在宣传 现在8月31号还是8月几 总之这个月尾 他会宣布对公务员的好消息 然后之前一直在宣传自己的政绩 我们有闭关锁国 所以我们国家的经济上升 所以他是有一些支持力量在的 巫统的基层有的是喜欢他的 所以如果你用这么激烈的动作 巫统党会大分裂 对Zahid而言反而不是一件好事 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不认为在现阶段 他们会见走极端 所以你看沙比利不来开会 巫统四巨头 他们在跟区部谈完了之后 据说有156个区部 公开支持要解散 尽快解散 这个是我讲巫统的共识 巫统的领袖都知道 越快大选对他们是越好的 越快大选对他们是越好 但是你要去逼迫首相对巫统而言 尤其巫统 马来同胞是一个非常尊老爱幼的民族 跟我们华人是很像的 很尊重长辈 很尊重大官的 马来同胞跟我们是一样的 所以你要用很难看的方式 对付自己同党的首相 对巫统而言是分裂的 所以你看四大巨头要趋就去见首相 这个其实是一个退让的机会 所以我回孫川大哥的时候 我就有讲 沙比里其实很蠢 我从以前就一直讲 沙比里你其实尽快大选 是你接下来可以当上首相 最有利的机会 越拖拖越久 让巫统基层 本来喜欢你变成不喜欢你 这样的态势越来越扩展 那你要当首相的机会就越来越渺茫了 你要知道现在真的没有人可以挑战你 没有人可以挑战你 杰森不能 南基不能 Dogmat 大家认为Dogmat 我之前分析过了 如果Dogmat他一步登天 从州议员一步登天 第一次当国会议员就当上首相 那他是我国历史第一人 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人除了国父 但是国父是领导马来西亚独立 他才可以一步登天 当国会议员马上当首相 而且他也是因为第一届的关系 后来像马哈迪这种政治天才 他是你可以叫他政治天才 你可以叫他政治魔头 把政治玩得炉火纯青的人 都要大起大落在巫统里面 才可以爬一层一层的爬 慢慢的爬 才可以提拔到首相的位置 你说现在马哈山完全没有中央经验 可以一步登天当首相 我真的不认为可以 你看我讲的斩钉截贴 可能会被打脸的 很多人都认为他就是下一届首相人选 真的很多人很多媒体人也这样子认为 但是我不认为 我真的不认为 真正威胁Zahid的是 Hishamuddin 而不是 Ismail Sabiri 而不是 Dokmat 马哈山 马哈山现在要做的 其实是拉拢 纳吉跟Hishamuddin 让他们两个表兄 堂兄弟 再好回去 表兄弟 他们不是堂兄弟 两个表兄弟 再好回去 然后把他们的力量 拉拢过来 而且最近也有流露出迹象 我上一个讲题有讲到 就是LCS三件 有把脏水泼到一点 在Hishamuddin的身上 而且这个脏水会这么快泼出来 是因为 Sabiri当机立断解密报告 然后要求总检察署 跟反贪委会加速调查 所以从这里来看 他们可能现在也开始有一点心结了 因为越到大选 大家都在盘算 但是Hishamuddin 他就是公子哥 我在想他会要去争 这个是我从以前到现在 就分析的事情都没有改变过 所以我真的不认为 Dogmat可以一步登天 但是Hishamuddin很蠢 他很怕丢失政权 其实有一句话叫 你握得越紧 你丢失的就更快 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说的 我不知道是形容沙 还是形容水 我忘记了 反正你手握得越紧 他就流失的更快 你就越抓不住 爱情也是这样子 你不能握得太紧 握得太紧 你就会丢掉他 沙比利他不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他一直在忤逆巫统的意愿 其实像我刚才跟孙川的对话 我是直接讲 巫统应该 沙比利 其实现在应该 他做首相 他掌握职员 应该用这个主动权去找Zahid谈 去找Zahid谈 然后安排好上阵人选 打自各区部的公司解散 你这样子 你就不怕你的人被边缘化了 你现在不去谈 你一直在拖 然后一直在卖官子 最终 丢失党员心 尤其是这些想上阵的 区部领袖的心的人是你 很可惜 沙比利没有看到这一点 他还没有看清楚 他的利益是跟巫统捆绑在一起 他不是跟Zahid捆绑在一起 但是他是跟巫统捆绑在一起 所以这是他愚蠢的地方 那很多人问我 四巨头去Zahid的家 你看一个很明显的推荡 去沙比利 我一直讲错名 因为我没有搞的 所以大家希望我这些口误 大家可以见谅 去沙比利的家会有什么结果 按照我来分析 不会有结果 两方都不会有大动作 应该不会马上解散 也不会有像我刚才讲的大动作 因为马上解散 就表示Isma Sabiri受压 我还是维持 我当初在谈到几时会大选的 看法的分析 独立前后 独立日前后 是最好的解散时期 所以应该是在8月31号前 可能两三天或后两三天 这样子的日期会解散 这个是我应该三个礼拜前还是多久前 大家帮我找一下 我也不忘记 我有忘记我这么多事情 我真的不忘记 我不记得不是不忘记 你看不记得我直播的时间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这个是上次谈到这个日期 我记得好像是7月尾还是7月中的时候谈到的 很多期之前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的看法还是一样 就是独立日前后 独立日前后 你好好盛大的举行一个国庆日庆典 而且这个是解放 解封之后的首个国庆日庆典 然后把那个气势带到全国 所以沙比利 你现在要做的是运用首相的职权 当主动权还在你手上的时候 主动去找扎希坦 主动去找纳希坦 不要再相信狗头军师 老实讲 我觉得沙比利背后有人 有时高招有时低招 所以政治就是这样子 不要用定点的眼光来看 所以每一个事情 你要用当下的角度来分析 像他一直拒绝 不要跟巫统的中央并行 一直要显现出冲突 其实对他是不利的事情 这个是我一年前 沙比利刚上台的时候 就有谣传他们有不满什么 我就已经讲的东西 到现在还是一样 沙比利已经上台一周年了 很快 之前西蒙讲不躺浑水 然后丢掉Gentlemen deal 然后让沙比利坐上首相 已经一年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散望 这些发生过的事情 大家都要清楚记得 然后我们要惩罚 做下这些事情的人 所以这个是我对于巫统 召集全国区部开会的看法 当然是给沙比利施压 但是我相信不会有太激烈的 太强硬的运动的决定 做出来 像我刚才讲 就是施压 就是last warning 然后我还是认为今年会大选 很多人认为明年大选 我还是认为今年会大选 到现在的情况来看 除非又有什么大势的改变 然后解散的日期是8月31号左右了 好 有一点小泪了 我今天的直播就讲到这里 所以我不认为明天就会解散 有独有刚才留言 我有看到说四巨头去谈了之后 应该明天会解散 我不认为明天会解散 还是在我讲的 就是8月31号前后才是最好的日期 所以就是这样子 孙川大哥有在press button 他发了一个press button 然后那天孙川大哥有去吃我讲的 那间叫什么名字了 那个小贩中心 东海岸 那个是东海岸烧鱼 苏埃什么 孙川大哥 那个小贩中心 有去找我们的铁粉 就是我讲很好吃的 那个鱼翅汤 跟那个面线 孙川大哥也特地去吃 然后还跟他聊天 真的是蛮好吃的 我还在回味那个味道 可是我没有去槟城 都很忙 去也是去上法庭 上完了就要回来赶工 所以没有机会再去吃 所以我很想念那个味道 有机会一定要去吃 孙海冰浪 孙川大哥回复我了 孙川大哥 我放你的对话出来 你不要骂我 不要生气我 你没有这么小气的 好啦 直播就到这里 大家晚安 那最后呢 我们下期待会儿们 我们下期待好 就不用了 你什么翻 эт 让老兄弟 听到什么 我会派出 这个 我要 这 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